能够来跟大家分享 在敬拜里面 我们要思考的一些真理 其实这三段经文 你可以发现 一个是耶稣的教导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 是从天上来的第一手资料 他告诉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 并且上帝呢 他就因为天赋 就是要这样的人拜他 另外一个翻译是 他寻找这样的人拜他 那第二处经文呢 阿摩斯先知告诉我们说 你多大的声音 多美的歌声 多伟大的聚会 特会 上帝说我厌恶你们 因为上帝要的是什么 行公义 好怜悯 所以你所用的敬拜方式 跟你实际的生活方式 必须内外合一 那这是我们做圣乐侍奉的人呢 几乎是每一次我们都要反省 都要思考的 那么用音乐侍奉呢 特别参与多的 就是在敬拜的里面 所以在第三处经文提到说 肉体的情欲 是不是 然后呢 今生的骄傲 你知道当音乐家 很容易骄傲 掌声很大的时候 就飞上天了 其实自己知道 多少错因 但是呢 会忘记 会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所以 这些都是圣经的真理 我把它连起来 然后来跟大家一同思考 什么是和神心意的敬拜 在 在 敬拜的 我们常常发现 我们会有的现象是什么 我们的天性 不大喜欢敬拜 家父 已经 去主那里了 他跟我说 那个 整个 信息 是个配合的很好的 他就 全神贯注 如果 这个 这个不敢说什么 他就忍不住会睡着 但是呢 其实我们的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的罪信呢 会让我们 希望我们来 聚会了 我们来敬拜了 所以呢 我的祷告 你要听 这个东西是受什么影响 人间的宗教 都是什么 求福 求 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 对不对 台湾的宗教呢 更是不得了 还加上 积功德 所以他以为 他捐了那么多钱 他就一定上 西天 好多年前 我看 我有 我在一个 大专门徒营里头 有一个 辅大的学生 就告诉我说 他说我同寝室的 因为他是一个男生 他跟我讲 他说 我同寝室的一个男生 他每天晚上 要按计算计 要那个佛经 要念一句话 我在这里不念 要念多少 每天晚上要念一万次 那么这样 他就一定可以上西天 这是人间的宗教 所以你有发现 你坐捷运 坐公车 很多人拿着珠子 一直念 因为他要算 一圈的话 他就多少次了 但是呢 从天上来的 上帝亲自来找我们 这个信仰是截然不同的 那么 我们因为这个信仰 是从天上来 耶稣为我们死 是白白的救恩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怎么样 认罪悔改 并且我们要不断的成长 要像天父完全一样 所以在敬拜的时候呢 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们能够透过传道牧师 查考圣经 教导真理 让我们更认识他 然后就更成长 人生有一件事 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是不能拒绝的 就是你的灵命要成长 否则你是长老 就是很头痛的长老 你是牧师 就是很头痛的牧师 那这个是今天很期待 透过这样的分享呢 对大家有帮助 那么我有一次在网路上 看到这样的一个学生的探讨 他就说 他们的老师要他们 他是大甲的 他住在大甲 所以老师要他们探讨 马祖不是每一年四月 都有一个绕境活动吗 让他写一份报告 我就在网路上搜寻到这个报告 我觉得这个青少年很有思想 他说马祖绕境带来交通阻塞 带来打架抢教事件 以为先抢到的人会怎么样 会被祝福 然后呢 鞭炮跟烟火带来噪音跟空气污染 所以绕境活动到底是虔诚的信仰 还是社会乱象 绕境活动一年比一年大 是因为真的很相信马祖 或者是观光业 还是为了政治利益 这个学生非常有想法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他们马祖绕境的时候 有专业的舞者 当然跳舞的人 是怎么样的心态 我们不知道 可是他们是专业的舞者 你们有没有看到 现代的敬拜赞美中也有跳舞 他们专不专业 不专业 照我所知道不够专业 但是拜假神的 他们是一流的舞者 再来 我从小 在宜兰的乡下长大 我住在罗东 每一年大拜拜的时候 我们小朋友都去看热闹 为什么 要赛猪躬 看哪一只猪最大 但事实上 那是虐待动物 对不对 把一只猪不准动 一直管 一直管 从小 让他可以 那个不小的胆固存 那些东西 那个猪 真的是被哀 难道 献上这样的猪 就是 讨好他们的神吗 所以 他们拜假神 用什么 全力以赴 用真的虔诚 我们拜真神 常常用什么 假的虔诚 我太老了 我62岁了 我听太多事了 有些人 道貌黯然 非常虔诚 甚至于是 步道家 私底下 真的是不能看 那这个 到底是真虔诚 还是假虔诚 值得我们思考 所以 今天呢 我们一定要去想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的上帝 是看不见的 可是他是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你以为你看不到他 这里没有一尊相 那么你就可以乱来 不可能 我站在这里 也是战战兢兢 因为 我期待 我所讲的 能够负责任 能够对得起主 是传讲真理 但是呢 当我们去回想的时候 我们就去想 到底 我们教会的青少年 有没有像这个 马祖绕境的 写这篇报告的青少年 这么有 反省 独立思考的能力 或者 我们只是 觉得我们音乐要 够大声 够响亮 我告诉你 邻居 告到环保局 对基督教 现在是很严重 我们家 巷口就是一个教会 因为呢 敬拜赞美太大声了 所以住在正对面 一楼的 实在是气势 不像你们这个马路 这么宽 我们那个只有 大概 连两辆车要错过去 都有点辛苦 所以就去环保局 搞 一直搞 所以他们就赶快呢 做隔音窗 密闭窗 还是吵 每个主日早上 七点整 我就被他们吵醒 我们教会十点聚会 要不要招起来 告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教会搬走了 然后地就卖给建筑商 请问 这样的信仰 音乐这么大声 有没有做到 社区福音工作 跟社区的关系好不好 有没有见证 没有 基督教的音乐 为什么今天会变成 这么喧哗 这么吵杂 这个跟美国教会的 敬拜历史有关系 它影响了全世界 在1960年到70年 很多的西匹信主 那么 这些西匹呢 他们是摇滚乐 他们是听摇滚乐信主 最有名的就是标杆 人生的这个作者 华里克 他的会友从两家人 变成两万三千人 三十年期间 但是呢 他把世俗的音乐 世俗的观念 带进教会 让他相容变成次文化 变成基督教的主流 你今天要看到一个教会 没有摇滚乐的设备 是很少的 这个是摇滚乐 那基督教的摇滚乐呢 它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知道 在美国 当代基督教的摇滚乐 财源滚滚 他们20世纪末到21世纪 市场营业额 高达10亿美元 你知道当这些歌 传到台湾来的时候 每一首歌 那个时候没有电脑这么发达 都要用投影片 每一片你都要去买 你不能自己制作 每一首歌 他的伴奏 你都要去花钱买 他们赚非常多的钱 那么他们的天王代表 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比较老一点 就是猫王 另外一个可以说是 基督教摇滚乐之父 Larry Norman 那难道最多的人数 奉献最多的 然后盖最大的教堂 是教会长职跟牧者 唯一的梦想吗 事实上 在历史上 信徒增加最快的 都是因为苦难 我们知道使徒时代 因为逼迫 导致门徒怎么样 从耶路撒冷往外 对不对 所以福音就开始往外传 耶稣怎么说 耶稣最后的交代是 你们要传福音 对不对 要从哪里 从耶路撒冷 对不对 直到地基 但是门徒都窝在 耶路撒冷 逼迫来到 其实是 看起来是人在逼迫他们 事实上是上帝的手 在掌权 那么在每一个使徒几乎都是殉道而死 他们为他们的信仰 到最后一分钟 他们还是宣传 宣扬他 所以保罗被抓被关的时候 写了书信 是不是继续讲道 彼得最后 人家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说我不配 所以我要怎么样 按照历史的记载 他说我要道定十字架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如果你要信主 要受洗的时候 牧师会问第一句话是 你相信 照我们平常这样子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 你愿意为这个信仰而死吗 不是只有说 你信 什么什么什么 照着牧师有一个规则 而是你愿意为这个信仰而死吗 说愿意 牧师才帮你受洗 这个就是 耶稣所说的 一粒麦子 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基督徒的信仰 是耶稣先走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我们也透过生命中 遇见的苦难 结果是化妆的祝福 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成长 但是呢 如果你不依照 这样子的一个圣经的原则 历史我们看见的原则来看的话 那么你的教会增长 就会落入行销思考的陷阱 这个是蛮可怕的 用最能够 煽动人心的音乐 用成功神学 你越奉献 上帝就给你的祝福越大 钱到哪里去 其实你不知道 吸引人进教会 你知道 上面那个机子叫黑莓机 那个是美国总统 欧巴马最爱用的 还有谁很爱用 康熙牧师 很抱歉 这个我不是批评他 但是呢 他用什么 用黑莓机 因为呢 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 他的员工 同工在下面 就传讯息给他 马上立刻收到 就是谁生病了 谁有需要 谁必须被为祷告 所以他好像先知 他都可以知道 这个在美国是 很多的牧者 都用这一套来欺骗 会众 那如果我们用的音乐 越来越大声 我们就会从Jazz 蓝调 重金属 一直到 其实人的耳朵 无法承受 那么我们特别请过一位 耳鼻喉科的博士 来讲这些音响 那么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专攻音响这方面 耶鲁大学毕业的 他说他去一个教会 帮忙设计 那个音响的时候 很可悲 他也像你们一样 比较是公寓式的 那么他认为 那样的音量刚刚好 但是这个牧师说 大三倍 如果没有大三倍 就没有圣灵的工作 请问是靠声音 还是上帝自己的工作 这是一种悲哀 我听到这样的事 我心里非常难过 但是呢 在美国更糟糕 的华人教会 在1996年的时候 我是华福会议的 讲员之一 那么在我的那个 圣月与福音那组里面 有一个牧师就站起来 他就说 我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当这个教会 聘我的时候 如果三年到五年 没有增长人数 就把它file掉 你知道这是牧者的悲哀吗 所以他说 有韩国的风 就赶快引进韩国风 有新加坡 就赶快引进新加坡 有这个印尼风 就引进印尼风 但是呢 热闹完了 教会人数还是没有增长 他还是得走路 请问教会是 商业推销吗 不是 破产的教会 这个教会 我去过水晶大教堂 我去的时候非常震撼 是Christmas show 真的骆驼 真的羊 就从会众的走到 走进来 他们演那个Christmas show 声音还在台上 那个 然后那个音乐效果之好 一开场的时候 他们是一个 就是我站在这里 后面是一个摸字形的楼上 每一边 有三支 那个古代的那个号声 就吹响 我坐在下面 吹一串 哇 好像真的回到古代 他们的Christmas show 票价很贵 我问你 他们一年的费用 我看那个网络的报道 他需要四千多万美金 可是当经济风暴来临的时候 他们只收到两千多万美金 所以就怎么样 透支 就开始裁员 裁员到 很惨 最后 结果是 维持不下去 并且负债 四千五百万美金 只好把教堂 卖给天主教 当他卖给天主教的时候 他跟他们商量说 可不可以继续租给我们 因为这样别人就不知道 他们已经把教堂卖掉 天主教同意吗 不同意 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按照真理 走十字架的道路 你渴望教会增长 你传讲丰富神学 成功神学 到时候 人好软弱 所以 有七个 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 灵恩派的领袖都出世 我简单的讲 譬如说 Benny Him Benny Him 这位 他一定穿名牌西装 非常贵的 一般人 根本买不起的 他非常的奢华浪费 然后呢 他来过台湾 结果呢 他跟他的秘书上床 被老婆发泄 所以呢 就离婚了 在事情没有爆发以前 印尼也请他去 他说 给我二十五万美金的 奖元费 我就来 结果 印尼很穷 对不对 所以信徒怎么凑也没有凑起 他就说 取消 我不去了 事情爆发之后 还有人要听他讲道吗 我告诉你 政府开始查他的 财务问题 然后他就跟印尼联络说 Benny 我自己出钱 我来好不好 我不知道人家还要不要他去 康熙牧师呢 他被政府已经 暗中查了两年 而且被抓去询问了一整天 最后用五十万新加坡币 保释出来 他的太太何耀山 大家都知道 在好莱坞 每个月 用两万多的美金租房子 他希望能够挤身 好莱坞的歌手的行列 然后查出来 政府查出来 他是他将两千四百万的新加坡币 寄给太太 但是最后 现在查出来 他挪用教会的款子是 五千零六十万新加坡币 这些人都是讲成功神学 我告诉你 这叫做 唐牧师说 这个叫撒旦的投资 所以当Benny Hinn被揭露出来了 还有好多灵魂派的 他们乱用钱 被揭露出来的时候 在美国的话是 新闻不断的报道 导致美国人看不起基督教 这叫撒旦的投资 让你很成功 很了不起 很多人都认识你 当你倒下去的时候 很多人就怎么样 离开神 因为他们不是跟随神 他们是跟随人 真正影响教会的 增长的是来自个人的见证 不是华丽的大教堂 昂贵的音响 偶像似的歌手 如果我们的教会走偏了 我们有没有反省的能力 然后我们一起来寻找 什么是心灵诚实的敬拜 那么很多人呢 为什么会引用摇滚乐 在教会里头 因为摇滚乐 是听众 观众最多的 你们知道 Michael Jackson 的桑里 全球有25亿人收看 所以在 Eastman 的音乐院 这个学校的作曲老师 他就说 摇滚乐的特色就是 大量的群众参与和零赏演出 那么使用这种音乐的教会 也因此呢 推论 因此会吸引大批的信徒和木道友 于是 很多的基督教领袖 就将教会增长 跟用什么音乐 画上等号 但是我问你 每一次 你知道 在美国的摇滚乐 重金属的摇滚乐音乐会里头 他们嗨到一个程度是 台上的歌手说 去把那个黑人打死 大家就把他打死 然后 把小兔子什么 丢出去说 把他们捏死 因为他们已经 精神怎么样 已经不是很正常了 摇滚乐是让人 整个心神都沸腾到一个地步是 完全失去理智 请问 音乐会之后 他们很快乐吗 快乐多久 但是 耶稣基督所赐的生命 是什么样的生命 是丰盛的生命 什么叫丰盛的生命呢 因此 自身同工 我们的姐妹 癌症过失 她是一个 默默无声 认真做事 有体谅 关怀人的 结果在 仁爱堂 借用仁爱堂的追思礼拜 爆满 玩到的人 都没有位置 一个默默无声的人 为什么 你几乎看不见 她的身影 她总是静静地在做事 默默地在关怀 为什么 这就是丰盛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 让人怀念 那么 教会如果是 能够将日常的生活 都能够显出 基督的心香之际 那么 就会增长 在 这一期的校园杂志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 她报道 彰化 长老教会 他们做 社区的福音工作 每个礼拜六 将近七百个孩子 进入他们的教会 他们做品格教育 然后 很多 那个孩子进来的时候 交通阻塞 那么我呢 每个礼拜五呢 也去台中 帮忙我先生 幕会的教会呢 做社区的福音工作 他们就是说 要 那他们成立一个 儿童合唱团 那我就 好好的 爱这些孩子 教他们 然后 圣诞节 母亲节 我们就会唱几首歌 他们的爸爸妈妈不放心 我都坐在后面看 结果 没想到 第一次演出完 这些家长就脱去 心里的 拦阻 因为要 要 要进入教会 很怕孩子会出事 就发现 这教会很不一样 然后 母亲节完的时候 哇 已经有人姓主 家长姓主 然后呢 还带着孩子 来参加主日学 听出逼 要从实际的 生活 实际的关怀 但是 必须要 很诚恳的 不夸大的 量力而为的做 好 那么在 最受欢迎的崇拜 有一个牧师就说 我们教会的崇拜 是最受欢迎的崇拜 请问 受欢迎 对不对 还是 有真理的教导 有生命的影响力 才是最重要的 不在乎人多人少 但是在乎的是 又没有生命的见证 好 那么 无论如何 我们知道 市场策略的专家 他也承认 他说 音乐吸引人 参加崇拜 实在是很无知 个人邀请 才是关键 马接博士 我们都知道 马接 他研究 台湾人的特质 他说 除非 是我相信的好朋友 邀请我 去教会 或者跟我讲 上帝 我才可能考虑 你拼命在街上喊 也没有用 因为我们的戒心很重 那到底我们采用了 到底我们采用了这些摇滚乐 对教会是增长 还是破坏 你知道 担任演出的 如果是 很 很警醒的 那个 乐手 他会觉得 他责任很大 因为他如果气氛 那个领的人 如果没有把气氛 带到很high 他就觉得 好像 做得不够好 那么 这个到底是操纵 还是带领 如果我们相信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 请问 我们需要这样被操纵吗 还是应该让圣灵 在我们中间做感动的工作 事实上 上帝主动向我们启示真理 把圣经赐给我们 上帝主动来到人间 道成肉身 成为人子耶稣基督 并且为我们死 是他主动找我们的 所以他圣灵 来了是要我们 认识真理 认识耶稣基督 他都是主动的工作 你不要去操控 这些呢 都没有回到 心灵诚实的敬拜 在台中的一个教会 有人就跟我谈 他说 因为呢 他从青少年开始就参加敬拜团 但是他成年之后 大学毕业了 开始工作 发现真实的人生 跟他从小在台上 那么嗨的 然后被注目的 是相差的南辕北侧 那一个灵灵的人 他就是那个青少年长大之后 他就变成重度的忧郁症 因为他协调不过来 真实的世界 跟他从小信仰里头 给他那种很嗨的 很热闹的 好像很了不起在台上带的 所以带领的人 他到底领唱的人 应该是直视长老 不是青少年 因为他们对圣经真理 认识得够吗 还不够 因为带领敬拜是 你认识神多少 就带领出多少深度的敬拜 不是靠声音 另外一个呢 更惨 他变成一个不去教会 时常嫖妓 然后吸毒的年轻人 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我很喜欢 很多年前我读的一本书里头 提到当年的 福乐神学院的院长 他说 教会在天上将来要做什么 今天在地上 他就该做什么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努力地认识神 一定要不断地成长 所以你看 最后老约翰九十多岁 写启示录的时候 第一章他说怎么样 他就扑倒在地 根本抬不起头来 怎么可能在台上又蹦又跳的 然后在那里带领人敬拜主 这个是我想 我们要反省的 被赋予这样责任的人 其实并不知道 不能责备他们 而是我们教会的决策 或者我们信徒的反省里头 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 那么在 有一位印度教会的领袖呢 到美国去参观一个很大的教会 参观完之后呢 那个牧师就 美国教会的牧师就觉得 很 很骄傲地就问这位 印度的牧师说 你觉得我们今天的敬拜怎么样 他说 我跟你讲实话 你们是 Praising Praise Worshipping Worship 什么意思 你们是在歌颂那个赞美的事 赞美的事 东西不是上帝 我看不见上帝 你们在Worshipp 你们在敬拜的是那个 你们所制造的那个气氛的崇拜 哇 肤浅之言 传达不了 深邃的真理 其实真理就是这样 然后 福士德这位作者 在属灵操练礼战 这本书实在是很棒 三十年前我们大概人手一本 每个人都读这本书 那么他就说 肤浅是我们这个世代最大的咒诅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比非基督徒更看透人生 更有思想 更有深度 那么我们能不能吸引他们 我们会打一个问号 那事实上 敬拜呢 最需要的就是 要塑造信徒的品格 刚才提到 因为我们更认识神 我们更不敢 在教会一套 在外面一套 对不对 那么 我们如果 因为我们是属于后现代 在时代的思想发展 强调的是感觉 但是上帝创造给我们的 里面有三个 一个是意志 一个是理性 一个是感性 所以我们要爱耶稣 可是我们要认识真理 然后我们要做 尾声的决定 那个就是意志 那 如果我们能够把目标 非常的清楚 在我们预备我们的敬拜内容的时候 一定会提升大家 我们来看 第31章 我跳过去 我们必须不断地提出两个问题 怎样才能够以神为焦点 怎样才能够在赞美中 将最好的献给神 我刚才 看他们在演奏的时候 特别是 救主在等候 我就眼眶就湿了 因为我知道他们有多辛苦 学这些乐器 去国外念书的时候 有多艰难 但是他们愿意 学到今天 然后把它拿来侍奉主 这就是殷器当初 我成立的时候的目的 盼望 学音乐的基督徒 结合起来 把最好的音乐 来献给神 我们看 34章 我们来看 崇拜 在希伯来文 自奔 根本的意思是 福福 今天我们都坐得好舒服 又有冷气 送阳 他的字面的意思是 感谢 而是 是跪下 然后感谢呢 是 举手 好 这个是敬拜 35 敬拜神 简单的来说 就是 五体投地的 来敬拜他 回教拜的是 假神 可是他们都 五体投地 那 在我们生命的结尾 或者在 主再来的时候 勇士的敬拜 是什么 在启示录里面 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来看 在下一章 我们一起来念 好吗 一个是启示录 五章三节 来 神 福人 摩西的歌 和羔羊的歌 说 主神 全能者啊 你的作为 大灾 其灾 万世之王啊 你的道徒 亦灾 成灾 下一句 来 15章的 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 归于你呢 因为独有 你是圣的 万民都要来 在你面前敬拜 因你公义的作为 已经显现了 好 我们看最后一章 这一章实在是 非常非常宝贝 他说 22章第三节 城里不再有上帝 所诅咒的事 上帝和羔羊的宝座 要在这里 他的仆人 都要敬拜他 他的仆人 都要敬拜他 所以 但愿 启示录里头 那个非凡的敬拜 你去查考他 非常精彩 一直是在我们里头 一个荣耀的盼望 让我们去建筑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 看到 这样的敬拜 最后我们来听 一首诗歌 如果 这个歌词 让我自己很得帮助 我们就一面听 一面默想